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在九曲黄河尾驴的冲击平原上 有一座千年古县 广牢 这里是宾圣孙武 盼向梨宽的故里 这里是古旗文化 兵家文化的发祥地 旅巨在这里诞生 革命圣火在这里点燃 世界轮胎之都在这里崛起 古今文明的激扬碰撞 多元文化的交融并蓄 成就了一座绚烂多姿 古运新风的现代小城 闲暇时刻 徜徉在县城的大街小巷 感受这里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 穿越千年时光隧道 品味人间烟火 历史厚重 官地庙街 位于县城西北部 是县城最古老的街巷 盛夏时节 道路两侧树木葱龙 绿阴扎地 让人倍感阴凉 这条街之所以叫做官地庙街 就是因为这条街历史上有一座官地庙 现已官地大殿一座 这座官地大殿建于南宋建延二年 即公元一一二八年 距今天已有将近九百年了 这座古建筑的独特之处 再与其全部由木料建成 斗拱结构 岩崖高拙 红墙壁瓦 气势庄严 体现了当时建筑工匠的高超技艺 是山东地区最早 也是现存唯一的宋代木质结构建筑 能够保存完好至今 疏为不易 为研究中国早期建筑工艺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为传承和弘扬孙子兵家文化 当地政府在南宋官地大殿的基础上 扩建了孙武祠 孙武祠占地面积七千多平方米 内涵四个容古代与现代建筑风格 为一体的仿宋十四合院 内部展臣详细讲述了 冰胜孙武一族在广饶的活动轨迹 展示了国内外大量关于孙子文化的研究成果 当地政府建成了规模红大的孙子文化园 每年都会举办孙子文化旅游节 并深入开展孙子兵法研究 形成了大量应用成果 目前广饶县已经成为国内外孙子兵法 及孙子文化研究传承的重镇 老西关人在广饶县内 曾经代表着富足和安逸 从清末明初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 西关大街一直都是广饶县最繁华的商业地带 广饶古称乐安 借小清河航运之力广兴贸易 成为小清河中下游流域一个重要的交易节点 西关大街作为当时广饶唯一一条大使街 成为各地商人游玩贸易的宝地 也为古乐安人带来了富裕和繁盛 九富盛名的广饶名吃摇驴肉 当年就属西关一绝 据说正宗的广饶摇驴肉 制作工艺独特 肉质硬实耐嚼 味道香而不腻 因汤中配搭中药 故夏天淫不丁 虫不咬 且不亦变质 是左餐下酒 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 清光绪年间 康有为图经广饶 在品尝过摇驴肉后 挥笔复诗 旅居精华 骑驴郎 残根冷至 豪门光 当年不知驴肉美 何事叩门 却芳香 近年来 关于恢复老西关商贸 民俗文化的呼吁不绝于耳 当地政府因实力道 于2021年 重新规划建设的西关小镇 以明清风格建筑为主体 融入现代审美元素 将传统文化与时代需求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广饶人记忆里的老西关 获得新生 随从现代走来 却尽显老街柔情 广饶 一座历史积淀丰厚 却又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城市 璀璨厚重的文化体验 和活力奔放的现代文明 在这里交相辉映 如今 这座城在千年芬芳的城市 正以它独有的安定从容 向世界 张开地霸